對 今天太多了嗎 今天是沒多了 還普通 普通是我們才有這個素人 我們看這個 我們八十幾歲 想想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們八十幾歲 能不能像這個蘇伯伯這樣快樂 其實他就是付出自己的時間 再去四點抹出來 然後開始撿 然後開始回收 那也不畏懼別人的眼光 所以在做環保的過程裡 相信他一定很有這個髮喜 很有成就感 所以才可以支持他 你看二十年內 台南都忘了做 都在做 所以這是台南市 志工服務時數最多的一個老人家 二十年如一日 其實他這樣做 去探花費探健康 所以這個車庫都變成現在的環保屋 他主要說 好跟他配合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做事情非常地丁金 爆炸這些資源回收物都變得整整齊齊的 是喔 這很有規矩分寸 但是我們看這個蘇伯伯 我們這個菩薩 這麼滋鼻 這麼有笑容 可是其實他人生裡面 他也經過很多的波折 而且其實他的孩子也有一個不幸 就是往生的 所以為什麼在喪失親人的同時 他還可以堅持一路走下來 接下來這段故事告訴你 二十幾十年 二十年我小孩 有一些鐵工要抓到他 頭症 到後面那些窩 都沒有包餅肥 就被我收起的關 這樣就去了 因為小兒子 以萬一萬生的因緣 俗菌生夫妻倆接觸到慈激 從練習中體會生命的爭議 更從夫妻中走出喪腐之痛 一年都要來病毒 而且去到地 到來幾個人都改變 第一份不吃 春三弟說吃了就不吃 我說這樣你改不起來 你不是你師父 沒有啦 我這樣說的就輕盈了 就說 我說沒有啊 你吃下去就糟糕了 不然 他師父說要適合 這三天我還要等到自己 我說沒關係 我拿來幹掉你會吃 這樣 開心 如果吃飯也要叫別人吃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源自於他對自己的高度要求 以及嚴謹的處事態度 跳得好會不會比較好 他真的採那個爪料 比較好 他還說比較好採 他說那時候 以前都不這樣 我一定要來看樂 他已經在撥了 他就全部去經濟 他都在地 culture 了 先有跳菲 先跳菲 現在才會去 跟他打嗨 出民心的 現在有 做了有比較麻煩 不知道 默契的館那是怎樣 怎麼說 我有那個感覺比較沒那麼認真的館 以前我還說比較認真 我如果有在做 在做就沒辦法做到像他這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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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配好他 所以我不敢說這樣 美就點點好美 好美 好美 這個農家啊 這個啊 這個啊 我都要打鼻子 打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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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 北九位生氣 這最重要的 我一人去做技工 在做工夫 我做得很高興 有時候說 他做煩惱都做得不好 做精力做煩惱都完蛋下去 比方說很快都這樣 不像人像塞 我看過有做煩惠劑 都這樣想 一念心做就對了 20多年來 舒俊昇恆馳出心 珍惜每一分能復活的機會 善用人生使用權 在平凡中 寫下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真的我們看到阿伯 他在做這個 我們這個舒俊昇老菩薩 你看疊那個報紙 這個我想就是 連這個年輕人 也不見得可以疊到 看為關系 對啊 細細咄咄咄 每一個拿起來看起來 都好像豆腐 然後疊起來就像一個 有鋼筋水泥的高塔 所以他怎麼做 他真的是那個報紙 小心翼翼就對這個邊線 有喔 這樣白白的人 在火手的時候 很開心 既整齊又俐落 所以投入這個環保工作 他自己的靈心 也是一樣這樣子轉觀 在慈濟裡面 也獲得了好多人的疼愛 其實說起來了 做慈濟 真的還蠻多人的人生 有了一個蠻大的一個轉折點 是啊 像我們接下來講的故事 就是台南的李家三姊妹 其實他們家也是在做環保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以前應該說父親 他是在當地也算是很有名望 然後他們做的是漁夫 捕魚這個工作 漁具的這個動作 也頗獲得當地的 都覺得他們做的都是很好的東西 但是因為聽到上人的開示 他們決定改行 那麼李家三姊妹 他們是繼承複製做慈濟 這些都是早期爸爸在做漁網的時候的工具 他做的漁網漁貨量來講 在同行裡面都是算很好的 所以生意來講也是源源不斷 然後剛好大姐在入京的過程 爸爸都有在旁邊會聽到 然後地藏經裡面一些 就是會造沙葉會有哪些果報 爸爸聽了之後覺得自己本來的職業 造了很多沙捏 後來上人說用鼓掌的雙手來做環保 那他就半夜兩三點 三點多 他就會牽著他的腳踏車 再舞起一些神社場所 一些定點做回收 爸爸就從那時候一直做做 做到他往生為止 就在爸爸翁生後的第四年 有像有更多的攏門 不像那種媽媽住在開人間 媽媽媽是更快 她是做到下午大概六點多 然後就覺得不舒服 在送到醫院的時候 當天晚上十一點多就往生了 都沒有聽到爸爸媽媽媽想要對我們說的話 就像爸爸媽媽媽的志願在上班 我不是要做環保 但是二節儲分就是因為破壁來往生 他在臨中之前的館榜 就是圓滿榮董 這就是責責要管榮董的基本資料 那就是你照著他上面 出生能源的生命證 知道自己生命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姐妹交代說 他想要做一個榮董 他也想要圓一個這樣的園 也就是有父母 男朋友這樣就姐姐妹 經過了季親 因為破壁來往生 三次母親她完不該記事 小民那時候發起的時候 後悠悠的時候就去做了 他以前在載一棺堡車 三棟堡 都有三台 他現在有生真的在做棺堡 載他們的東西就對了 大家回家都學了 他們都不經學分好了 都問我去哪兒載 他們就在理大德家 謝謝 看見這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我們要先感恩 我們這個人文真善美 像我們中苦的雲家男 這一次的故事 大部分都取材是這裡 也是他們這一年以來 甚至是有的是去年就開始策劃 然後都是志工 然後就把這些影像拍回來 讓我們見證到慈濟環保 二十年來很多感人的故事 的確我們的環保菩薩 都把這個街頭巷尾當作是道場 這樣做主管回收 不少卡住 也不怕髒亂 我們如何能夠真正在這個生活當中 我們落實環保 更何況 真的要響應上人說的 這個環保清靜在源頭 我們常常在家裡面一個簡單的動作 把我們喝完的像是牛奶瓶 稍微串 Chapất 然後再把它喝下去 這樣子送到我們的環保盜的時候 不只是很乾淨可以直接回收 那麼再加上也不會引來好多的蟋 蟑螂這一些小動物 是啊 所以我們不要看只是把這個垃圾回收 其實這個被收enne是最保貴的資源 因為這些垃圾其實也是從以前的馬희 或者是矿卖 然后去把它合成的 那现在呢 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它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再还原成原料 那这些原料之后 就变成可以纺织再生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那因应现在的生活形态 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绿色梦想家 观念播种 行动深耕 每个低头弯腰的身影 每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信念 提升了分类的产值 也创造了垃圾的价值 一个产品生命的终点 也可以是另一项产品生命的起点 有限资源 无限循环 垃圾堆里也能成就出一番大事业 进山 进海 进大地 也要进兴田 绿色设计 绿色制造 绿色品牌 也看到了绿色生机 一双手 一份心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也是一个温重的开始 那个就是我们家家夫妇在用的塑胶袋 塑胶袋 垃圾 就是大家到全世界各地 应该是没有人在这个上面琢磨 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台湾 开始回收了之后呢 过程中间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所以我们在回收在里面下 PET 宝特瓶 就可以拿来做衣服 做毯子 就在用 I didn't know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fabric was so good but also it's very it's I'm deeply moved that all the those blankets and all that material that is produced is s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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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ster areas so so that completes the the whole philosophy 我想这个是一个开源节奏这个 的一个化无缘为大用 然后要把最后把所有人回汇给 社会回给这个公屋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世界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傻人 从一些傻的地方开始去做一些傻事 看似傻其实是为了后代子孙留一个干净的地球 对白人说的是 像不舍兜的 这些人都每一行都是宝人 这个是马桶盖 冬天 我们的马桶盖坐下来吃冰 这是毛线鱼盘 我来人不爱回收的毛线鱼盘 拿起来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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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用去做马桶盖 这一家很舒服 我北方不厉害啦 费物利用我最厉害啦 买营的东西 靠来小小的 做出来 我认识人人玩一样 那我太太平常他都把咖啡渣有收起 他收了咖啡渣放在冰箱的这个习惯 除臭嘛 除鱼臭啦 除那个腥味 那他说说 老公 人家那个咖啡渣人家在要呢 你要不要去要一点 我们看那个市面上有在卖竹炭 竹炭乌七妈黑的 那我们咖啡 颜色还比较淡 我们可不可以拿来试试看 然后整个资源的再利用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trend 我想实际 尤其在这个地方是最具有代表性 已经二十年这样的一个 一个先行者 那华硕就觉得说 从华硕这边应该也可以做一些 这方面的事情来带动 那这种循环其实是跟大自然会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你也会觉得说 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还要有一种尊敬的心 尊重大自然 尊重自己 尊重人与人之间 台湾变干净了 人心也变富足了